第十一章 平南开 回来的路上韩丽没有碰见多少人 只有几个过路的师兄 看见他一蹶一拐地有些惊讶 但也并未对他说些什么 看来没有人太多注意他这个小师弟 回到自己的住所 脚上的疼痛就更厉害了 韩丽赶紧坐在床沿边上 轻轻地把鞋和袜子脱了下来 检查伤势 肿得好厉害啊 右脚的拇指已经高高地隆起 伤出的表皮长得又红又亮 像是一个通红的大辣椒 韩丽急忙把手伸向自己床上的木枕 从枕头下面掏出一个小药瓶出来 这是莫大夫精心调制的外伤药 对淤血 轻肿 甚至流血都有奇效 这是他好不容易从莫大夫那讨来的 本准备给张铁修炼像假工 附了外伤时提前预备的 没想到自己到先用上了 一打开瓶盖 一股浓郁的药香味充满了整个屋子 轻轻地将药粉倒在隆起的脚趾上 一种清凉的感觉马上传了上来 真不愧是莫大夫秘制的伤药 马上就见效了 莫大夫的医术真的是没得说 韩丽又找来一块干净的布 把受伤的脚趾包成了一个大包 这才重新穿上鞋和袜子 嗯 还好 疼痛减轻了许多 他来回慢慢地小走了几步 对自己快速处理伤处的方法 还是比较满意的 现在是该处理那个神秘瓶子的时候了 那个造成自己重伤的元凶 韩丽从怀中摸出那个瓶子 又找了块抹布 把它擦得干干净净净 这时瓶子的整个原貌才呈现在他的眼前 这个瓶子的体积不算大 用一只手掌就能把它全部握住 比自己的药瓶还要小上那么一份 瓶子通体都是一种淡淡的浅绿色 在平面上还印着几个墨绿色花纹 花纹成叶片状 栩栩如生 摸上去有一种突出来的感觉 似是用真的树叶直接镶嵌上去一样 用手颠了颠他的分量很沉 可是此物明显不是韩丽所知道的某种金属制成 更不是他所知的哪种瓷器 因为用手摸上去没有普通金属的冰凉感觉 也没有一般瓷器那种表面光滑的纹理 韩丽仔细观察了好一会儿 这才肯定 这个瓶子是由某种他所不知道的材质做成 这种淡绿色看起来也是一种天然色 是这种材质本身所有的一种颜色 不像是后天加染上去的 当看到那牢牢密封着的瓶盖时 韩丽决定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立刻把瓶子打开 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东西 再一次把手放到盖子上 使劲用力拧动 一下 两下 三下 瓶盖和瓶身 如同通体铸成一般 纹丝不动 盖子没有丝毫要被打开的样子 韩丽吃了一惊 刚捡到瓶子时 自己就没能拧动 但当时挂念伤势 乌侠使多大力气 也没放到心上去 本以为现在使出全身的力道 打开它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没成想 竟然还是不行 韩丽又一连凝了十几下 觉得手臂都酸了 可还是没有成功的样子 便停了下来 他甩了甩自己的臂膀 活动活动手腕 刚才用筋过大 有点拉伤了 把瓶子拿到眼皮底下 又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可惜 并没有发现 有什么隐秘的小机关在上面 这下韩丽犯愁了 不打开瓶盖 如何知道 里面有没有东西 有的话 这瓶子如此奇特 又密封得这么紧 肯定是极贵重的好东西 韩丽用手紧紧地握着瓶子 看着他发呆了一阵 终于决定 让力气比自己大得多的张铁 试试看能否拧开他 要知道现在的张铁 两只手更能提起数十斤的水桶 并能快步如飞地上下山 现在鼓里的大水缸 都是他每天准时打满的 打定了主意 韩丽走到了张铁屋内等他 心里期盼着张铁能快点回来 等人的滋味真不好受 韩丽觉得时间过得好慢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听到嘎吱张铁 推门进屋的声音 一抬头 韩丽就看到张铁穿着薄薄的青布衫 浑身上下隐隐约约地冒着热气 满头大汗地走了进来 韩丽知道 这是他刚刚练完功的正常现象 也不觉得奇怪 张铁一见到韩丽在自己的屋里 就是一愣 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韩丽 立刻就把瓶子递到了他的眼前 张哥 帮个忙 帮我把这个瓶子打开好吗 这是哪里找来的 样子很好看啊 张铁略微愣了一下 就接过了瓶子 子 咦 这东西还真够结实 好难拧开啊 到底是什么制成的 张铁也不废话 接过来就双手用起了劲 可是还是没能打开瓶盖 不行 我拧不动 要么你去找其他师兄试试 张铁冲韩丽歉意地摇了摇头 把瓶子抛还给了他 又给他另提了一条建议 你也不行吗 韩丽有点急了 不禁在屋内绕起了圈子 唉 你的脚怎么了 张铁这才发现 韩丽走起路来有点不太对劲 没事 只是走路时踢到了石头 韩丽也不知道为什么 并不想告诉他 关于瓶子的事情 也许只是下意识地 把有关瓶子的事情 当成了自己的小秘密 韩丽现在心里很失望 也没有什么精神 同张铁闲聊 问候了几下他练功的进度 便离开了他的屋子 准备回去自己 想办法解决瓶子的问题 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韩丽把瓶子立在了桌面上 自己趴到了桌子的一边 用双眼死死地盯着瓶子 同时 脑袋瓜子在飞快地转动着 试图想出一条 能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来 第十二章 砸瓶子 砰 韩丽握紧了双手 把其中一只拳头 狠狠地砸在了桌面上 用工具把瓶子砸开 这是韩丽再三思量后的决定 采取暴力的方法打开它 是早已就想到的 不是办法的办法 这种做法 虽然既简单明了 又直接好用 但是一想到 如此奇特漂亮的瓶子 再也无法保持完整无损 韩丽就感到心中 十分地不情愿 如果能有其他的办法打开它 韩丽是说什么 也不会采用如此粗暴的方法 叫其他的师兄帮忙 也许能打开它 但韩丽心底下 早已不知不觉地 把此物当成了自己的宝物 是万分不肯再让其他外人知道的 再说了 山上的每一位人 都有可能是此物的施主 要是知道了 瓶子在自己这里 要把他要回去怎么办 这个小瓶是如此漂亮 有趣 他现在是万万舍不地 把他送回去的 韩丽现在已经被瓶子里 装的神秘物品 完全掉起了好奇心 他虽然知道 这也许只是个空瓶 但他仍愿意去堵上一把 堵瓶子内装着的东西 会比瓶子本身更有趣 越是这样想 韩丽的心越是 痒得难受 他如果不解开瓶子里装着的谜团 他晚上都无法睡安稳的 拿定了主意 韩丽偷偷地溜进山谷里 堆放杂物的屋子 从众多工具中 选出了一个比较重的小铁锤 把他带回了自己房内 回到屋内 他从屋子的角落里 找出来半截废弃的硬钦砖 又在屋内 挑出了一个比较平坦的洼地 把钦砖平放在此处 再把瓶子稳稳地 横搁在钦砖上 韩丽右手举起了小锤子 锤头略微 在空中停顿了一下 然后就果断地落在了 瓶子的最突起部分 平肚子上 蹦 因为害怕用力过大 会破坏掉瓶中所装的东西 所以 第一下只是轻轻地落在上面 试探了一下瓶子的硬度 看到没有一点裂开的痕迹 韩丽放下了心 看样子 可以用大一些的力气去砸瓶子 蹦 五分力 蹦 七分力 蹦 十分力 蹦 十二分力 韩丽用的力气越来越大 手臂摆动的幅度 也越来越夸张 锤子落下的速度 也一下比一下更快 甚至最后一下 把半个瓶身 都砸进了青砖里 可瓶子仍然保持着通体的完整 没有半分会被砸碎的迹象 韩丽惊呆了 仍不敢置信地 用手摸了摸瓶子 被铁锤砸到的地方 没有一丝的砸痕留在上面 绿营营的 整个瓶面仍然保持着光洁 这太出乎韩丽的预料了 韩丽这时才真正地肯定 这个小瓶 绝对是个非同寻常的好东西 绝不会是 被人故意遗弃 十有八九 是物主不小心遗失的 现在 说不定施主正在满山寻找此物 自己如果想保住此物 就一定要好好地收藏 不能让外人再看见此瓶 在韩丽心目中 只要自己不是主动去偷去抢 从地上捡到的东西 当然是归自己所有的 要是一般的东西 他也许就还给了施主 可是这瓶子如此神秘 恐怕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 或者山上有身份地位的人丢的 韩丽对这两种人 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 韩丽家里从小就很穷 全家人忙碌了一整天 也常常吃不饱一顿饭 在七悬门内 他常常看到 第一种人大手大脚的花钱 奢侈地吃喝 七悬门弟子 如果不愿意 吃普通的伙食 可另外掏钱 专门提供更好的饭菜 把钱不当钱来花 每当这时 韩丽就觉得 心里头不怎么舒服 外加上这些富家子弟 平常就排斥瞧不起 他们这些从穷地方来的弟子 经常用言语讥讽 侮辱他们 甚至两者之间 还互相起了几次小小的冲突 孩童之间 也打了几次裙架 韩丽也参与了 其中的一次打架 只可惜的是 他被那些习过午的富家弟子 打得鼻青脸肿 无法出门见人 后来 接连休息了好几天 才恢复正常 至于山上有些地位 有点身份的人 也没给韩丽留下 什么太好的形象 从王护法 收取三叔的贿赂银子 到五言 依靠马副门主的权势 直接进入七绝堂 虽然没见到 多少山上的大人物 但以前小孩子心目中 那种大人物的伟大形象 也已经破裂得差不多了 对于这两种人 丢掉的东西 韩丽不但不想还回去 还想恶作剧般地藏起来 想到这里 韩丽立刻把自己脖子上 挂着的一个小皮带取了下来 这个皮带 是她从家里出来时 韩母特意用一块瘦皮 给她缝制的 能防水防潮 用来给她装一枚 用野猪牙制成的平安符 希望能用此来保佑她 平平安安 无病无灾 韩丽松开了皮带口 把瓶子和平安符放到了一起 在勒紧带口 接着又把带子挂回了脖子上 做完这一切后 她往四下看了看 没有人后 她才挺了下胸膛 拍了拍自己胸口 微微隆起的带子 觉得不会再引起他人注意了 这时 她才觉得自己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不怕再出现什么意外 瓶子会被尸主找到 并要回去 韩丽悄悄地把锤子放回了原处 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在神手谷内 慢慢闲逛了一会儿 直至天色全黑 才拖着受伤的脚 回到了屋内 第十三章 一向起 因为知道韩丽脚上负了伤 张铁就亲自把饭菜端到她的屋内 准备陪着她一块用饭 韩丽看她笨拙地在自己屋内 一会儿搬椅子 一会儿折腾桌子 忙活了老半天 总算把一切弄好可以吃饭了 心中不禁有些好笑 但更多的 则是几分感动 两人在桌边坐定后 边一边聊着门内的闲话 一边开始 往嘴里塞食物 并时不时地交流起 对方的练功心得来 一说起对方的向甲弓 张铁就郁闷地直翻白眼 现在的张铁对向甲弓 简直有些谈虎色变 他虽然只是 修炼了第一层 但已经被莫大夫折磨的叫苦连天 不但定时定点地 要泡些难闻的药汁 还要不时地经受 莫大夫的木棒敲打 说是要淬炼她的筋骨 这些粗暴的练功方法 让她曾经有一段时期 每天晚上都无法安然入睡 因为浑身上下红肿着 一碰出木床 就痛得她直滋牙咧嘴 对她来说 那可真是一场噩梦 而对韩丽所炼的无名口诀 张铁就从心里往外的大为羡慕 觉得每日里 只要像和尚一样 打坐念经就行 这些话让韩丽听了 也只能无语相对了 张铁对向甲公后几层的恐惧 韩丽还是能理解的 任谁知道 此后还要经历 比此前厉害数倍的折磨时 她都会坐卧不宁 寝食难安的 张铁能坚持到现在 没有放弃 这已让韩丽大为崇拜了 如果换作是她 她是说什么 也不会练这种自虐的武功 即使能让她一夜之间 成为一流高手 也是一样的想法 二人说着话的功夫 晚饭就吃得差不多了 张铁匆匆收拾完碗筷后 就起身告辞了 临走前让她早些休息 好尽量脚伤 韩丽站在门口 目送对方离开后 就急急忙忙地回到屋内 关紧门窗 只留下一扇唤气的天窗没关上 这才从袋子里拿出瓶子 又研究了起来 韩丽毕竟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 折腾了一会儿 看没有什么头绪 就有些厌倦 再加上脚伤还有伤 精神也有些疲倦 便在不知不觉中 手拿着瓶子已在床边 昏昏地睡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正睡着香甜的韩丽 突然感到一股冰冰的感觉 从一只手上传了过来 韩丽机灵地打了个冷战 勉强睁开 已变得众若万钧的眼皮 迷迷糊糊地 向自己做怪的手望去 呼的一下 她立刻坐了起来 嘴巴张得大大的 连口水从嘴角的一边流了出来 都没注意到 她再也没有丝毫地睡意 被眼前的景象彻底震住了 一丝丝肉眼可见的白色光芒 通过屋子里唯一开着的天窗 从天而降 全都聚集到了手里握着的瓶子上 形成一颗颗米粒大小的白色光点 让整只瓶子 都被一层薄薄的白色光芒 团团围住 这白光非常的柔和 一点也不要眼 而那种冰凉的感觉 就是从这淡淡的白光中传出来的 韩丽猛咽了一口 变得冰凉的口水 才猛然惊醒过来 烫手般地把手里的瓶子 甩到了一边 自己连滚带爬地躲到了另一边去 警惕地观察了一会儿 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危险 才小心地又凑了上来 在白光包围中的瓶子 显得格外的美丽诱人 还带有几分神秘色彩 韩丽犹豫了一下 用手指轻轻地戳了几下瓶子 看到没有什么反应 才小心翼翼地又拿起了瓶子 把他再次放到桌子上 自己则趴在附近 兴奋地观察起 这从未见过的奇景 韩丽眼也不眨 聚精惠神地盯着白光中的瓶子 一颗多钟 终于叫他发现了 其中的几分奥秘所在 这个瓶子正在透过瓶子的表面 不停地吸收着 游荡在附近的白色光点 不 不是吸收 而是这些光点 在拼命般地往瓶子里挤 一个个争先孔后 似是活了一般 韩丽有点好奇 用手指间 轻轻触摸了其中的一颗 凉凉的 除此 就再也没有其他特别之处 韩丽抬头看了看 一道道白色光丝 仍在不停地通过天窗往下掉 没有丝毫要停止的样子 韩丽看了看四处封闭着的门窗 又望了望上面开着的天窗 他灵机一动 把门轻轻地推开 探头探脑地往外瞅了瞅 还好 现在已是深夜时分 除了几声咕咕的秋虫声外 外面都静悄悄的 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 韩丽把头缩了回去 转身一把抓住小瓶 把他装进了皮带 然后飞快地跑了出去 一直跑到了一个屁镜 无人的空旷之处 这才停了下来 用双眼往四周扫视了一番 确定真的没有其他人在这里 这才小心地 把瓶子再次取出来 又轻轻地放到地面上 原本瓶子附近的光点 在他被装入皮带后 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韩丽并不担心 果然 过了一小会儿 一道道比在屋内多得多的光丝 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 接着数不清的白色光点 密密麻麻地浮现在小瓶子的周围 形成了一个脸盆大小的巨大光团 第十四章 神秘焰 哦 韩丽高高举起了一只手 握紧了拳头 兴奋地叫出了声 这使他小孩子的脾性 显露无遗 看来他的假设是正确的 封闭的门窗 阻碍瓶子对白色光丝的吸引 只有在广阔无遮拦的地方 瓶子吸引光丝的能力才更好 瓶子所能形成的光团 才会更大 虽然不知道 这些光丝从哪里而来 瓶子吸入这些小光点 又有什么用 但这距离揭开谜底 应该是进了一大步 韩丽觉得自己快要解开了瓶子的秘密 这使得他现在格外兴奋 一直等到天色快要发亮 瓶子周围的光芒 才渐渐地消去 恢复了他的平静 在这段时间里 韩丽一面在旁边观察着瓶子的变化 一面还要时时地留心 别被其他人发现了这里的一切 他俯身捡起了瓶子 检查了一下 和以前比没有什么不同 瓶盖仍是死死的 打不开 韩丽失望了 但见天色不早了 只好不情愿地把瓶子收起来 他还要赶回石室 去打坐练功 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 每到夜里的一定时辰 瓶子都会发生相同的异象 无数的光丝 如同飞蛾扑火 被瓶子吸引而来 接着又变成大量的小光点 被瓶子贪婪地吞噬着 正当韩丽以为 这种现象将在瓶子身上 每天都持续发生时 到第八天 却出现了其他变化 当韩丽来到老地方 把瓶子取出放好后 这种吸收光点的现象 竟然只维持了短短半刻钟 就停了下来 接着瓶子身上的墨绿色花纹 突然发出了耀眼的绿色光芒 并在瓶子表面 浮现出了几个金黄色的文字 符号 这些奇怪的字符 结构柔顺 笔画奇特 有一种说不出的上古韵味 包含在其中 并不停地在瓶面上闪烁 游动不停 这种另类的现象 也只持续一刹那又都消失了 只在瓶面上留下了几个 凸出来的金色怪异字符 似乎所有的事情 都又回到了起点 经过这几天 在瓶子上发生的怪异之事 韩力对这些怪现象 已不再像刚开始时 那么大惊小怪了 在瓶子上发生 比这更奇特的事情 也不会再令他多么恶然 他大大咧咧地拿起了瓶子 下意识地去试着打开盖子 轻轻地 毫不费力地 瓶盖从瓶子上取了下来 不敢相信 韩力吃惊地望着手里的瓶盖 就这么毫不费力 一点技巧也没花 就把这个难题 这个自己好几天 都没能解决掉的大困扰 给这么轻易地解决掉了 等到韩力 确认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确实是真的 瓶子的秘密 已经放在了自己的眼皮底下 他再也按耐不住 自己心里头的激动 把眼睛凑到瓶口前 往里头望去 瓶子里面 一滴黄豆那么大的碧绿色液体 在里头缓缓地滚动着 把整个瓶壁 都映成了绿莹的一片 这是什么 韩力有些失望 自己费了老大劲 只得到这么一个无趣的东西 他灰心地把瓶盖封好 收紧皮带 转身往住处走去 刚才那股激动的兴奋镜 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虽然瓶子的盖子 已经被他给打开了 但结果令他很不满意 韩力准备以后 没事无聊时 再来探寻这低绿叶的秘密 说不定 可能会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 现在他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回去好好地睡一觉 补回睡眠 这几日 他每天晚上都未能好好地安睡 使他白天练功效率大大的降低 再加上精神不振 以引起莫大夫的一些询问 自从韩力成为了莫大夫的清传弟子 并突破口诀第一层后 他总觉得 自己没有了练着口诀的动力 何况这口诀修炼后的效果 令如此他不满意 让他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修炼 为此莫大夫狠狠地训斥过他一顿 可是一到修炼的时间 他仍旧昏昏欲睡 无精打采 一点精神也没有 这种情形让莫大夫有些抓狂 认为自己是不是收错了人 一想到这里 韩力也觉得自己有点委屈 自己又不想这样的 可是人实在是不在状态之中 让韩力想不到的是 在他一觉醒来后的第二天 他再一次主动地 全身心地投入到疯狂的修炼之中 让他做出如此举动的原因 只是莫大夫轻飘飘的一句话 没把这口诀修炼提高一层 我就把每月该发给你的银子 再提高一倍 莫大夫终于看出了 韩力对钱财的渴望 从根本上找出了解决的办法 一声简简单单的话 就把他绑在了拼命修炼的战车之上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韩力为了练成下一层口诀 而拼命修炼 每日里 从早上到中午 从中午到晚上 一天两次地进入时事 修炼打坐 过着这种千篇一律地 枯燥 单调的生活 把其他的一切都抛在了脑后 莫大夫为了能让他专心修行 不让外界事情干扰他 把整个神手骨 都暂时对外封闭了 连看病治人都在骨外进行 日常的意识用度 更是不让他再操半点心 瓶子的事情 就这样渐渐地被韩力忘到了脑后 秋去东来 春过夏至 一晃眼的时间 四年过去了 韩力已经14岁了 他长成了一个皮肤有黑 沉默坚毅的乡村少年 只从外表上看 他和其他普通农家的务农少年 没有什么区别 一样地不惹人注意 既不英俊潇洒 也不风流倜傥 只是 每天在时事住处 住处时事两者之间穿梭 偶尔再去莫大夫那里学点医术 再在他房内 翻翻看其他各类不同的书籍 就这样 整个山谷成了他全部的天地 他的口诀 也水到渠成地炼到了第三层 第十五章 四年后 莫大夫对韩力 能把全部时间用到修炼上 感到很满意 但对他无名口诀的修炼进度 仍然嫌慢 近年来 莫大夫身上的病 似乎更加严重 每日咳嗽的次数变得频繁 咳嗽的时间也更加地延长 随着他身体状况的恶化 莫大夫对韩力修炼的进度 似乎也是更加关心 从他平时反复督促的话语中 可以听出他内心的交集 莫大夫应该是非常重视韩力的 不但按约定发他的银子 比一般弟子多得多 平时看向他的目光 也十分奇特 就像是在看一件西石珍宝 爱乎万分 但口诀 炼制第三层的韩力 感官变得十分敏锐 他在不经意间发现 在这些亲切关怀的目光背后 还偶尔掺杂着一丝 令韩力不安的贪婪 渴望的神情 这些神情令韩力有点毛骨悚然 总觉得流露出这些神情的莫大夫 看自己不像是在看一个活人 而像是在看一件东西 这让他有些困惑 自己能有什么东西 是莫大夫想要的 当然没有 他给自己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韩力有时甚至认为 自己是练功练得有点过敏了 在暗地里付匪莫大夫 实在是有点忘恩负义 可是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 在他心底下最隐秘的地方 还是存了一分对莫大夫的防范之意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防范之心就更加强烈了 现在有一个重大问题 出现在了韩力的面前 他遇到了练功的瓶颈 而且更糟糕的是 随着这几年 韩力大量的吃药修炼 莫大夫手里珍贵的药物 已荡然无存 很明显 韩力并不是什么天纵奇才 莫了药物的辅助 他修炼的进度彻底停滞了 这让韩力面对莫大夫时很惭愧 莫大夫几乎把他全部的心血和家当 都用在了自己身上 为自己创造出最好的修炼条件 而自己却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这让韩力觉得自己很难面对莫大夫 面对他那时刻热切的询问 很奇怪 不知为什么武功很高的莫大夫 无法查知韩力修炼的详细情况 只能从给他把脉中 得知他进度的一二 所以这些日子里 一直不知道 韩力所面临的困境 前不久内心不安的韩力 终于向莫大夫 坦延了自己的修炼情况 莫大夫听到韩力在口诀上 已一年没有提高 焦黄的面皮变得有些发白 还没有表情的脸 变得更加难看 莫大夫没有责怪他 只是告诉他 自己要下山一段时间 去找点药材回来 让他在山上抓紧练功 不要放松口诀修炼 隔了两天 莫大夫带着行李和采药工具 独自离开了七玄门 在他走后 整个神手谷就只留下韩力一人 另一位师兄间好友张田 在两年前练成像假公第三层时 就突然消失了 只留下一封告辞要去闯江湖的书信 这在整个七玄门 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后来听说是莫大夫出头求情 这才没有连累到他的推荐人 和家里亲切 这让韩力觉得太突然了 难过了好几天 稍后想想 隐隐觉得不太对劲 但他人小颜威 也没人询问他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 韩力猜想 张铁莫不是害怕 像假公第四层的修炼 才不知不觉 偷偷溜掉的 在谷内修炼了几天 也不见有什么效果 并且 韩力也是少年脾性 就走出神手谷 在彩霞山内闲逛起来 走在这些既熟悉 又有几分陌生的山路上 韩力的心里 有一点点感慨 这几年间 为了练功 韩力如同坐牢一般 没有走出小山谷一次 估计外面的那些同门 也早把韩力这个师兄弟 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路上 碰到了一些寻山的弟子 看见他穿着门内弟子的服饰 相貌却很陌生 都警觉地上前盘问他 让他费了好大一通解释 才得以脱身 为了避免无谓的麻烦 韩力干脆只挑阳长小路 往僻静的地方走 避免了人多嘴杂的去处 果然路上再也没有了 那些凡人的盘查 让他一路逍遥地越走越远 看着这些与谷内 截然不同的美景 听着叽叽喳喳的 各种小鸟的叫声 一时间所有的烦恼 都被韩力他抛到了脑后 突然 一阵阵兵器撞击 众多人喝骂 驻微的声音 从一处比较隐蔽的山崖下 隐隐约约地传了过来 这么偏僻的地方 这么多的人聚在一起 还有这么火爆的声响 韩力的好奇心大起 也不再害怕有人询问 追着打斗声 来到了这个山崖附近 好大的场面 他不禁微微一呆 吃了一惊 在这个被树木 完全遮挡住的山崖下面 足足有一百多人 正围在那里 这片不太大的地方 被这么多人挤得满满的 甚至在附近几棵较大的树上 也有几个人 正站在树枝上 在那里眺望着 在这么多人围着的圈内 有两拨人 正充满敌意地对峙着 左边的人最多 有十一二人 右边较少 也有六七人 韩力发现所有的这些人 不管是围观的 还是站在场中的人 年龄都和自己相仿 都只是十几岁的模样 韩力脸上 微微露出一丝丝微笑 真是巧啊 在这么多人中 他轻而易举地 认出了几个相熟的老面孔 万金宝 张大璐 马云 孙立松 咦 王大胖比以前还要胖 真不会家里是干厨子的 好吃好养啊 这个人是 是刘铁头 子 以前黑兮兮的黑探头 竟然变成了小白脸 韩力也爬到了一棵树上 对下面的熟面孔 进行了大点名 第十六章 小算盘 在两拨人正中间 有两名赤手空拳的少年 正在比试拳脚 一人体态肥胖 但下盘平稳 拳打脚踢之间 红武有力 正是韩力以前 结交的好友王大胖 王大胖别看身体肥胖 身手可并不弱 随着口中的吆喝声 每拳打出 必带起呼呼的拳风 威风凛凛 另一人却是个矮个子 动作敏捷 如同零鼠 他并不去招架王大胖的拳头 只是一味地飞腾挪移 看来是想耗尽王大胖的力气 再上演绝地反击 见有好友在场上 和人动手比试武功 韩力心里自然地倾向于朋友 看了一会儿 见王大胖仍然保持着迅猛的势头 韩力虽然不会什么武功 但也知道他一时半会不会落败 便把心放了下来 他往四处瞅了下 想找个人问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离自己这棵树不远的地方 一块岩石 边有一少年边看边用手比划着 嘴里还咕咕囊囊地 打他的头部 踢他的腰 哎呀 差一点点啊 对 对 踹他的屁股 使劲点 这名少年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着 一边在嘴里说着 听他的口气 好像是站在王胖子这一边的 韩力觉得 这人有点意思 就慢吞吞地从树上爬了下来 走到他身边 这位师兄 上场的人 你都认识吗 他们为什么打斗啊 韩力一脸忠厚的样子 那还用问吗 我小算盘有不认识的人吗 他们当然是为了 咦 你是谁啊 我怎么从未见到过你 刚入门呢 不对 还有大半年新弟子才能入门 你到底是谁 这人刚有些迷糊地想要回答 却猛然发现 自己从未见过韩力 立刻变得清醒起来 在下韩力 是那位场上奋勇无比的 王大胖的好友 韩力一本正经地回答 王大胖的好友 他的朋友我都认识 没你这好人啊 这人仍很警觉 哦 我这几年在一个地方闭关了 好长时间没出来 你不认识我也很正常 韩力半真半假地说 是吗 你也是四年前进来的弟子 真没想到 山内还有我这个万事通 不认识的人 这人瞥了一眼他所穿的衣服 看起来相信了韩力所说的话 这人又和韩力闲谈了几句 自己就忍不住主动向韩力 道出了这场鄙视的缘由 这位师弟 你是不知道 这都是红颜祸水惹出的事情 这要从 这小算盘针 不愧自称是万事通 一五一十地 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详详细细地告诉了韩力 原来这件事要从两个人说起 一个是叫王样的王大胖的堂弟 一个是叫张长贵的某钱庄老板的儿子 两人都是七玄门的弟子 不过 一个是外门弟子 一个是内门弟子 这两人虽然住在同一个镇子上 但原本不会交织在一起 这一切都是由另一个女孩引起的 这名女孩是另一处镇子上的人 从小就许给了王样 但前段时间 这女孩一次外出时 被回家路过的张大公子看上了 结果在张大公子的金钱攻势下 女孩连同她父母都沦陷了 人就被改许给了张长贵 王样的聘礼也给退了回来 女方嫌疲爱妇改许他人 这个噩耗给了王样很大的打击 而王样也早已迷恋上了这个女孩 知道消息后 整日要死要活的 最后真的没想开 竟然跳河死了 本来事情到此也就彻底结束了 算是个悲剧故事 可王大胖从小就和他这个堂弟要好 听了此事当然不肯罢休 找上张长贵 要和他进行决斗 输的人要向对方侦查失礼 磕头认错 张长贵虽然心高气傲 但自制武功比王大胖差了一点 便要求朋友也可参加 要多比几场 一种的结果定输赢 王大胖一口就答应了 随后张长贵仗着钱多 大把的撒银子 到处找同门富家子弟中的好手帮忙 而王大胖虽然没钱 但在同门中人员很广 结交的中下层朋友也很多 也有许多武功不错的人自愿帮忙 结果有许多听到他们鄙视消息的同门 也前来观看 助威并形成了立场鲜明的 两方充满敌意的火爆局面 从这名少年的口气中 韩力听出来 现在富家弟子和中下层弟子的矛盾 似乎是更大了 一场鄙视 竟然引来这么多的人观看助威 你也是帮王大胖的吧 要是他们不守规矩 我们一起上 打得他们这些少爷们屁股尿流 让他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们 这少年的嘴巴 从一开始就没有停过 韩力苦笑了一下 这两方的矛盾 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情 也很难说是谁对谁错 自己经过这几年的练气打坐 以前的热血冲动 早已消磨得差不多了 再说 自己从未练过拳脚兵器 现在是绝对打不过 任何一名普通同门 看完了比武 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山谷吧 好啊 突然少年面带喜色 大叫一声 韩力一听 忙回头向场中望去 原来那名王大胖的对手 最终还是没能等到最后 一时没能避开 王大胖肥大的拳头 被一拳打在脑门子上 倒地昏了过去 顿时一部分的人大声叫好了起来 另一部分人则脸色变得很难看 王大胖一脸的得意 冲四周抱了下拳头 然后撅着大屁股 一摇一摆地回到了他自己的那一方 完全不见了刚才比试中的痕迹 张常贵那一方也走出了两人 把昏倒的弟子拖回了本方 接着双方又个走出一人 一人拿刀 一人拿剑 两人看来也是火爆的脾气 也不说话 抡起手中武器 就叮叮当当地打了起来 第十七章 利师兄 一 只见两个人之间刀光剑影 辗转腾挪 两把兵器被捂成了两团寒光 不时碰撞在一起 难分上下 韩力看了一会儿 没能瞧出个一名二白来 只觉得两人之间打得非常热闹好看 也看不出哪些是高招 哪些是败招 至于谁更高明一点 就更不是他这个门外汉所能了解的了 韩师弟 不知道你是在哪位师叔门下修行 现在闭关出来 想必功力大尽了吧 小算盘终于忍不住了 开口恭敬地询问起韩力的师承来 要知道 每个七学门的内门弟子 一般在百段堂 经过两年的基础训练后 就会分别送到长一辈的门人那里 磕头拜师 学习更高深的武功 出师后 这些弟子才能在门中担任具体职务 当然 这只是一般弟子经历的出师过程 如果是在入门测试中表现杰出的弟子 也可不经两年的基础训练 直接进入七诀堂 能被几位门主收为入室弟子 传授门内绝技 可谓礼于月龙门 一月飞天了 在两年基础训练中 如果再有表现突出的人 也有希望被一些长老 堂主 供奉之类的人看中 收为门下清传弟子 这些弟子的前途 虽比不上门主的弟子 但也比普通弟子受重用得多 小算盘听到 韩力刚刚从某处闭关出来 再加上从未见过此人 自然猜想 此人是门内某地位较高的大人物的弟子 从而恭敬地询问 想上前拉拉关系 我几年前被一位供奉大人 看中收为弟子 具体是哪位供奉 我就不好提他老人家的名讳了 韩力很清楚他的想法 脸上却装出一副害羞的神情 只是话语中 故意带了几分自傲 是吗 韩师兄可真走运啊 以后在门内的地位一定很高 前途远大 希望有机会的话 师兄能多提携一下小弟 小算盘听到韩力 不愿意透露自己师父的名字 也不在意 反正不论是哪个供奉 都比自己师父强 但语气马上就变了 韩师兄一看 就不是耻中之物 日后飞黄腾达不在话下 他继续恭维着 此人长得黑黑的 一脸的笨样子 怎么也有供奉收他做弟子 自己这么机灵透顶的人 怎么就没有大人无药呢 小算盘心里暗自嘀咕着 脸上的神情却更恭敬了 韩力听到他说话的口气大变 自己也从韩师弟 一下变成了韩师兄 心里有些好笑 不过韩力心里 没有丝毫瞧不起他的意思 要知道 屈言复试只是人的本能而已 谁不想过得更好点 爬得更高点呢 更不要说 此人从名字上就可看出 他是个精打细算 善于钻银之人 不过他可要大师所望了 自己刚才所说 虽然不假 但这个供奉弟子的身份 却只是个水货 在七玄门内 随便找个弟子 都能顺手打倒自己 他把自己当成一棵大树来靠 恐怕是找错了人 韩力一边暗自苦笑着 一边还若无其事地 听着小算盘的奉承话 嘴里还不得不实时地 应酬他几句 韩师兄武功高强 如果肯下场的话 一定能打得那时间的人 落花流水 一定能 小算盘一面嘴巴 毫不间断地 说着好听的话 一面还分心地去仔细观察 韩力的一举一动 咦 真奇怪 供奉的弟子 应该内功身后 身手不弱 可自己怎么就瞧不出 此人的身前 这人太阳穴 既没微微凸起 眼中也没精光外露 怎么看 也是一个不通武功之人 小算盘越观察 越感到纳闷 愤出胜负了 韩力轻飘飘地 一句话传了过来 打断了他的思绪 小算盘吃了一惊 忙把目光转回道场中 果然使刀之人 一把刀丢到了一旁 一只手臂正在 呼呼地往外冒血 另一只手紧按着伤处 满脸的铁青 看来败得并不心服口服 这也难怪 这两人武功都差不多 刚才只是一步 小心中了对手的诡计 才齐插一招 败了下来 小算盘看到这里 一脸的惋惜之色 口中更是连声的可惜出口 到底怎么了 有什么可惜的 韩力没看出什么门道来 可旁边有这么一位 现成的解说在 不问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这场比试 如果是王大胖这方的人 赢得话 就剩了三场 最后一场就无需再比了 可惜啊 还是没赢啊 哦 不过没关系 现在就剩最后一场了 王大胖这方出场的人 我们这批弟子中武艺最高的 一手奔雷刀法 刚猛无比 能碎时断金 哈哈 能看到丽师兄的拿手刀法 我也算没白来 不论张长贵男方派谁出场 我们都赢定了 小算盘开始时 还有点沮丧 但随后就兴奋起来 看起来对那位丽师兄 充满了信心 已经到最后一场了吗 韩力随口硬着 心里在想 这位丽师兄是谁啊 自己不认识啊 这时从王大胖这方 走出一个神色冷酷的少年 这少年手拿一把 寒光四射的长刀 一步一步地走到场中央 然后一言不发 闭起了双目 丽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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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名少年的出场 场外的人都一脸的兴奋 不约而同地叫出了 这名少年的名字 并一声接着一声 一声比一声高 这吼声震动着全场 这时再也分不出 哪些是富家子弟 哪些是穷家子弟 只有一致地 给这名少年的加油声 第十八章 丽师兄 二 这位丽师兄很出名吗 是什么来年 韩力有些惊讶了 你连丽师兄都不知道 我不是闭关了好几年吗 对 对 我把这事给忘了 我的记性还真不好 总觉得七学门里 不可能有不认识 丽师兄的弟子 把韩师兄 你闭关的事给忘掉了 小算盘才恍然大悟 急忙赔不试 给我讲讲 这位丽师兄的事好吗 韩师兄 当然可以了 丽师兄的事迹 我们这些年轻弟子 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小算盘看到场中 张长贵那方 还没派出丽师兄的对手 就和韩力讲起 这位名人的种种传说来 韩师兄 不是我小算盘对你吹牛 丽师兄的事情 不但我们这批弟子很清楚 其他年纪大些的师兄 也都知道的不少 当初 他精神抖擞地 开始给韩力说起 丽师兄的故事 那神采飞扬 兔莫横飞的样子 好像他就是这故事中的 主人公一样 听小算盘 一一道来这位丽师兄的事迹 还真有几分传奇色彩 这位丽师兄 也是四年前上的山 当然不是 和韩力同一批考核的人 他当时没能 一下子就过关 也成了一名记名弟子 但是在半年后的测试中 他不但在所有的项目中 都拿到了第一 他还在最后 和师兄们的对抗中 成了唯一一名 撑过了三十招的人 这个记录 打破了以前 所有记名弟子的测试成绩 引起了不少 上层大人物的注意 经过检查 结果令人吃惊的是 丽师兄的根骨只是一般 成长潜力也有限 这个诊断让人觉得可惜 因此也没被 哪位高层人物说为弟子 在经过两年的基础训练后 他还是败在了一名 普普通通的护法门下 只学到了几套普通的武功 风雷刀法 就是其中一门 很平常的七玄门中层武学 如果到此为止 丽师兄也不能算是传奇 只能说是虎头蛇尾 但其后不久 他就凭借这套 不起眼的风雷刀法 竟然在来年的 小一辈弟子大教计中 大放异彩 一举冲入到了前十六名 是所有新入门弟子中 唯一一名名列前茅的人 这件事 又让他再一次成为了 门中的焦点 在随后的各种比试中 丽师兄每次都勇猛无比 锐不可当 都拿到了很高的名次 为他们这些新弟子 长了不少的脸面 在去年的大教计中 更是一举拿下了第三名 要知道 排在前两名的 都是入门十几年的弟子 虽说是小一辈弟子 但也二十七八了 光是内功火候 就比他生了许多 许多弟子都认为 要是丽师兄 和他们内功一样 强的话 第一名绝对是首到擒来 就这样 丽师兄再一次 受到了上面的关注 被指明派出山外 参加了不少重大的门外行动 当其他新弟子 还在门中苦练武功时 他就已经开始替 七玄门立下不少功劳 在江湖上有了 立虎的赫赫名声 听说他还即将 被特立允许进入七绝堂 去修炼更高深的武功 韩丽听到这里 心里也不禁动容了 所有的事情 如果都是真的话 这名立师兄 还真是不简单 凭着一名继名弟子的身份 竟然能拼搏出如此的成就 自己也有些钦佩了 张长贵 那一方在经过大半天的推诿后 终于有一名弟子 硬着头皮走了出来 这名弟子看起来武艺也是不弱 从腰间拔出一把 明晃晃的软剑出来 这把软剑只有拇指粗细 柔软无力 一看就知道 不是一般平庸的人能用的 立师兄感到 有人到了跟前 缓缓地睁开双目 眼中神光十足 他突然大喝一声 如同晴空里响起的一声霹雳 震得全场人耳朵都嗡嗡直响 对面之人也被震得抖了一下 脸上露出了惶恐之色 随着赫声出口 长刀已经摆动 一六刀光闪动 连环数式运转 差时幻化成十多片刀影 将对手困在刀网里 这人倒也激紧 虽然有些慌乱 但软剑飘忽不定 阴毒刁钻 手的倒也是滴水不漏 这人是谁啊 韩丽忍不住问了一句 是赵子玲 武长老的弟子 一手扶柳剑法 很势难缠 比利师兄怎么样 当然不会是对手 小算盘自豪地说 那张常柜 怎么不换一名 厉害点的出场 呵呵 赵子玲就是 他们中最厉害的了 再说 我们这些新弟子中 谁又能打得过利师兄 换谁也是白打 他有些幸灾乐祸地笑道 果然赵子玲的剑法 虽然还没乱 但气势全无 被利师兄的长刀 给压得死死的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他的失败 只是早晚的事 韩丽看了一会儿 心里起了一个疑团 我有件事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没有 更年长一点的师兄在场 就算不允许他们出场比试 但看热闹 总应该有人来的吧 可这里场那场外 一个大点年纪的师兄 都没有 都是我们这些 十几岁的新弟子 在观看比试 这是怎么回事 韩丽毫不客气地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小算盘听了韩丽的疑问 神色一变 用一种古怪的目光望向他 让他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难道自己问到了 什么忌讳不成 第十九章 江湖斗 韩师兄 你还真是两耳不闻窗外傻 这么大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 即使是闭关 你师父也应该给你提起过才对 小算盘的口气 好像又起了疑心 韩丽听了二话不说 从身上利索地摸出了一个腰牌 伸手递给了小算盘 韩师兄 你这是干嘛 我还能信不过你吗 我一见你就觉得很面善 肯定以前早就见过了 他用眼角迅速地 瞥了一眼腰牌 见是真的 盲培起了笑脸 现在能告诉我了吧 韩丽还是关心自己 刚才提出的问题 当然 当然行 糟糕 自己恐怕得罪了眼前的这个家伙 小算盘心里嘀咕着 嘴上却把一切老老实实地全抖了出来 原来这几年 七玄门和野狼帮的冲突更加厉害 双方为了几块说不清归属的富裕城镇 打了大大小小的十几仗 都损失了不少的人手 因为野狼帮的帮众 都是用训练马贼的一套训练出来的 一个个厮杀起来全不要命 见到屑后就更加疯狂 而七玄门的弟子 虽然武艺较高 但没有内股很近 在拼杀中缩手缩脚 这样一来 双方死伤更多的 往往是后者 一连几场下来 七玄门的几位大人物 再也坐不住了 把本门的大部分内门弟子 全都派了出去 去参加双方接下来的一连串拼斗 一方面这几块地盘绝不能失 另一方面 让弟子们也都渐渐江湖的残酷性 去磨练一番 七玄门又占据了上风 但内门弟子死伤的也太多了点 不少年纪大些的师兄 出去后就再也没能回来 说到这里 小算盘也叹息不已 再后来 几位门主又改变了策略 让内门弟子 先去执行一些不太重要的任务 去其他地方历练一番 有了一定的江湖经验后 再去参加和野狼帮的拼杀 这样一来 伤亡果然减少了许多 于是 这种策略就在这两年 被正式纳入了门规 要求所有弟子出事后 都必须先下山历练一番 回来后才能授予门内实职 就这样 山上年纪大些的师兄 几乎都被派到了山下 现在要么 正在和野狼帮纠缠 要么去参加历练了 山中 除了必要的守山弟子外 就只剩这些 还未出世的年幼弟子 听到这里 韩丽恍然大悟 才知道 山上与以前不大相同的缘由了 当 一声巨响 一把软剑飞到了半空中 赵子凌左手按着右手 被震伤的虎口 脸色发白地倒退了几步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刚才在丽师兄 迅猛地连环刀势下 躲避不及 被迫用手中的软剑去招架 结果被刀上传过来的一股距离 给震飞了手中的兵器 丽师兄 果然厉害 小弟甘拜下风 赵子凌勉强地带着微笑 失了一礼 四周顿时发出了 震震的欢呼声 丽师兄 好俊的功夫 丽师兄 好刀法呀 丽师兄 指点下小弟吧 一声声不甘落后的叫嚷声 冲着他们的偶像 响遍了整个场地 丽师兄把长刀收了起来 脸上起了几丝淡淡的红韵 刚想说些什么 突然他脸色一变 皱起了眉头 似乎想起了什么 他一抱拳 酷酷地说道 在下还有些急事要办 先告辞了 一转身 轻轻地飘出了场外 露了一手俊俏的轻弓 消失在了山崖旁的松林里 子泽 丽师兄不但刀法好 轻弓也很高明啊 就是 就是 一声声地称赞声 又响了起来 韩丽皱了下眉头 这位丽师兄功夫是不错 不过好像有点 喜欢炫耀 大概有点年轻气盛吧 他回头一想 自己又不禁苦笑了起来 自己好像并不比这些人年纪大 怎么想法总是老气横生的 好像已经是一个小老头 看来自己修炼那套口诀 把自己练的心态变老了 这位师弟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韩丽看了一眼 站在一旁的小算盘 突然问起了他的名讳 我叫金东宝 不过韩师兄叫我小算盘就行了 小算盘听到韩丽问起他的名字 立刻兴奋起来 看来认为自己是 靠上了眼前的这棵大树 以后生病受伤 找我就行了 我给你免费医治 韩丽拍了拍他的肩膀 望了望场中又起了争执的人群 便头也不回地 走进了旁边的松林 原地留下的金东宝 还在莫名其妙地发着呆 一时半会儿 不知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第二十章 抽水完 离开山崖 已经有不少路程 仍能隐隐约约地听到他们的吵嚷声 这些人最后怎么处理 王大胖和张长贵之间的争执 韩丽是不会再去多关心了 他一想到金东宝站在原地 呆呆愣住的样子 就忍不住心里 想要大笑 他这时觉得自己的心情变得好轻松 再没有了在山谷里 那种郁闷的感觉 他穿出松林 往更偏远的地方走去 在随意地走了一段路后 一条细细小溪 出现在了眼前 韩丽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炙热的太阳 又低头瞅了一眼小溪里缓缓流淌的清水 觉得在小溪里擦洗一番 是个不错的主意 当他俯下身子 刚把双手插入那凉凉的溪水中 一阵阵痛苦的声音声 从小溪的上游处传了过来 韩丽很哑然 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也会有人 他顺着声音声 往小溪的上游处寻了过去 一个穿着那门弟子服侍的人 正面朝地面 他在小溪边不停地抽动着身子 四肢也在不住地哆嗦着 韩丽一眼就看出 这名弟子是患了急性的病症 再不加以援手 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他一个剑步冲了过去 从怀中拿出一个檀木盒子 打开后 取出一根根闪闪发光的银针 干净利索地 在这人背后 穴位处扎了下去 他很快扎完了背部的穴位 把这人整个身子翻转了过来 准备再去扎胸前的穴道 一转过身 此人的脸部露了出来 韩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个性命垂危之人 分明就是刚刚才在山崖上 大展神威的丽师兄 韩丽愣了一下 又仔细地观察了下 那张不久前才见过的脸孔 此刻丽师兄 哪还有刚才大败对手 勇武无敌地潇洒样子 一张原本冷酷的面容 因痛苦凝成了一团 嘴角不停地往外流着白沫 很明显 这位丽师兄 已经疼痛得神志不清了 韩丽恢复了冷静 稍微沉饮了一下 突然用手里的银针流水般地 在他的身上扎了起来 连续不停地扎了数十针 当扎完最后一针时 韩丽抹了抹额头渗出的汗珠 长出了一口气 这种银针急救法 对他来说 也是一种不小的附和 当丽师兄全身都挂满了 荧光灿灿的细针时 他终于醒了过来 恢复了神志 你是 他费力地想说些什么 但气力不足 吐不出后面的几个字 我是神手骨的人 你不要再说话了 先好好地恢复体力 我也只能救心你这一时 你这病很奇怪 估计只能莫大夫能救你 可惜的是他现在不在山上 韩丽给丽师兄把了把脉 皱起了眉头 药 丽师兄脸色焦急起来 嘴唇抖动几下 想抬起手臂说些什么 但没有成功 你身上有治你病的药 韩丽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 猜测地反问道 嗯 丽师兄看韩丽领会了他的意思 才放松了表情 吃力地点下头 韩丽也不客气 在他身上搜索起来 找出了许多的杂物 其中一个小白玉瓶 被他挑了出来 这瓶子这么名贵 密封得又这么好 一定是他要找的东西 他拿起瓶子 回头望了夏丽师兄的表情 果然他现在满脸喜色 拼命地在眨眼皮 韩丽把瓶带打开 出人意料 没有什么要香味飘出来 反而一股浓浓的腥臭 从瓶中扑面而来 韩丽一闻到这气味 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 小心地从里面 倒出一颗粉红色药丸出来 这药丸粉嘟嘟地如此好看 却散发着这么难闻的气味 真令人难以置信 是这药丸吗 韩丽的脸色恢复了平静 丽师兄这时急得说不出话来 只能眨眨眼皮 抽水丸 由荷兰 歇尾花 百年蓝衣卵 等23种罕见的物品炼成 药成后 外表呈粉红色 有奇异腥臭之味 服用之后 可大幅透支身体潜力 可用以后的寿命 来提升服药人现在的能力 以上我说的对吗 韩丽冷冷地看着丽师兄 一字一字地说出了上面的话 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 丽师兄一听韩丽所说的话 苍白毫无血色 露出了慌乱的神情 此药一经吃下 每隔一段时间 就必须再次服用 而且要经受抽筋吸水的非人痛苦 如若不吃 轻则全身瘫痪 重则丧失性命 而且即使每次都按时吃药 在第一次用药后的十年内 也必定因透支生命而丢掉性命 韩丽没有停下来 继续地说道 你不要告诉我 我手里的这个药丸 不是臭嘴丸 韩丽说话间停顿了一下 丽师兄听到这里 脸上已经呈现出了一种 被人揭穿牢底的绝望神情 但眼睛里 还流露出一种难以想象 万分惊讶的神色 你是不是觉得很吃惊 这种药丸非常罕见 我怎么会认得它 韩丽看出了她心里的疑问 话锋一转说起了自己 其实很简单 我也吃过一粒这种药 韩丽与破天惊 一句话说的丽师兄彻底惊呆了 但随后露出了一副 不相信的神情 我吃这药的方法与你不同 我一共就服用了一粒药丸 还把它分成了十份 分成十次来服用 每次都把它当成其他药的药引 所以没有什么 危害身体的副作用 因为这药丸样子 与它散发的气味相差太明显 所以我对这药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以前一直都以为 除了我服用的那粒药丸外 世上不应该有人 还会真的服用这种秘药 没想到在本门内就有一人 说完这些话 韩丽用一种四世佩服 又四世可怜的目光 看向了丽师兄 丽师兄不愿意和韩丽的 这种目光对视 把双目轻轻地合上 只是胸口起伏不定 说明他现在的心情很混乱 你服用此药 已经有好几年了吧 如果你现在不再吃这药丸 我可求莫大夫 另帮你配一副秘药 虽不能挽回你全部的寿命 但让你多活二三十年 还是可以的 不过你的武功就要保不住了 如果你继续服用此药丸 从你今天发作的情形看 你顶多还能活个五六年 当然在这几年里 你的武功会进步得越来越快 比你现在的精进速度 还要快得多 你既然敢吃这种秘药 想必也是个坚毅果断之人 你自己的身体 由你自己来拿主意好了 这药丸你是吃还是扔掉